那我们可能在修道的那个构成 会遇到很多问题 所以佛学都鼓励 有问题就提出来问 把那个问题解开 不能有问题 有问题就把我们阻碍 就会障碍 我们就进不了 所以佛学都鼓励 你有问题就问 那可能各位都还不很熟悉 所以不敢问 或许很鼓励你能够问 因为我们要了解 我们在凡尘被两个智障 一个就是结 怕干 那个结 第二个就是大石的石 就是两个 我们打结了 成不了佛 所以要把那个结解开 那假如说我们有第二个那个石 那个七十 七十 就是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欲望 比如说我们想买一部车子 是不是我们一直要赶快去赚钱 累积一些钱来买 对不对 那个就已经被那个车子在驱使 被他赶了 把我们赶 我们要买什么 然后我们就是累积赚钱来买 那个叫石 七十 七十听得懂吗 一间在把我们赚 那我们把这两个字去掉 没有结 没有石 我们本性就清静 那本性一清静 就回到我们本体回来 所以都是在我们自己本身要努力的 自己要做 那所以或许也鼓励说 你有问题 不要怕不好意思 就直接提出来问 可能每你问的问题 大家心里面都有同样的 那个问题在 你有问了就能够解开 只要是有关于修道方面 大概或许都会违谈 因为也还没有成佛 或许还没有成佛 不是无所不知 所以还有不知道的地方 先跟各位讲 不要你没有得到答案 就很难过了 只要是有关于修道 大概或许都会有遇到过了 因为也蛮久了 累积了 大概有五十年的经验 所以才敢说 有问题你就提出来